台灣在國際空間 本來就是比較小 那麼蔡政府她的主張 就是希望靠近美國 靠著美國老大哥 把我們的勢力 稍微拓展一點點 但這樣真的有用嗎 目前最新的是 蔡政府的外交能力 現在被蓋牌了 好 被誰蓋牌呢 就是被南美洲的國家 蓋亞那給蓋牌了 好 什麼意思 我們原本在這個地方 設立了台灣辦公室 很開心 但是不到一天的時間 隨即被對方給取消了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子 在2020年底的時候 的確沒錯 是由美方美國大哥 幫我們牽線 跟蓋亞那互相的聯絡 然後主要是就貿易的交流 所以在今年的1月初 就簽署了協議 你看1月15號 就開始台灣辦公室 開始運作 隔了一段時間 也就是到2月4號 當時總統府不是大內宣嗎 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在南美洲 又多了一個台灣辦公室 他不是辦事處 但是是不是因為高調過頭了 所以導致在中國大陸那邊覺得 神經有一點點敏感 於是不到一天的時間 馬上就把我們的台灣辦公室 給蓋掉了 主要就是因為 蓋亞那 沒錯 他跟大陸的大使 有交流一下 那麼礙於這個壓力 軟硬兼施 一方面斷加了晶圓 一方面就 好 那我提供疫苗給你 就這樣 好 你看到了 我們被蓋牌了 當然蓋亞那的外交部長 他是講了 這個是民間辦的 這是民間辦的 不是我們官方 但是我們的外交部說法不一樣 他說我們設計台灣辦公室 就是官方性質 兩邊講的話 有一點點不一樣 到底是民間還是官方認知不一樣 但不管怎麼樣 蓋亞那他的確就是受到了壓力 所以不到一天時間 哇 一下子開心 然後一下子就跌倒到了谷底 所以顯然我們的外交能力 可能還需要再加加油了 蓋亞那外交部長 在臉書上 PO上和大陸駐蓋亞那代表的合照 強調兩國合作緊密 但這篇貼文也被發現 就是在台灣宣布 成立台灣辦公室後 蓋亞那外交部長 和大陸駐蓋亞那代表 馬上會面數小時 隨後就發布終止設置 台灣辦公室聲明 做了一個大內宣之後 好像感覺上 就因為政治因素提高 然後就生變 光是兩邊對台灣辦公室的定位 就是各說各話 外交部說 台灣辦公室具有官方地位 但蓋亞那卻說 只是給民間企業使用 隨後還特地發聲明 強調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 也導致台灣辦公室協定 以日生變 蓋亞那外交部長 陶德還在臉書提到 大陸已經批准給蓋亞那 兩萬劑疫苗 等於間接證實 大陸祭出疫苗外交 當初我們有機會在這邊設辦事處 應該也是跟美國幫忙有關 可是也看到中國大陸那邊 也透過各種方式 包括它的疫苗 現在就疫苗外交的方法 讓我們這次生變 他國設置台灣辦公室 背後圈由美中勢力不斷角力 但計畫生變 最後受傷的還是只有台灣自己 他想利用我們 作為對抗大陸的一個棋子 而大陸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也對台灣也產生一些顧忌 美國其實在整個過程之中 他一樣會站在自己的角度來考量 所以像這次 當然你可以看到 美國是說他樂觀其成 但是真的發生狀況之後 其實美國並沒有真的很大力的挺我們 在外交上要有一個認知 就是還是要靠自己 台灣的國際處境本就舉步維艱 蔡政府之一浩大喜功的態度 恐怕只會讓外交的腳步 不斷受挫 記者董佑君 許國豪台北報導 台灣到底有沒有拿到疫苗 有沒有要到疫苗 我們透過了COVAX的 的確有了 靠了四個藥拿到了 什麼樣的四個藥 第一個藥就是COVAX 他先問全球所有的國家 你們要不要加入 要不要來分配疫苗 第一個要 我們說我們要參加 來分配疫苗 第二個要就是他告訴我們 你是要我們主動分配給你們 還是如果你們再加一點錢的話 你們就有選擇權 台灣部分選擇加錢 所以我們有選擇權 但很奇怪 我們怎麼會 輝瑞拿不到 來的是AZ 指揮官告訴大家了 其實輝瑞跟AZ疫苗 我們都有拿到 只是在COVAX這邊 他說他會先釋出 他會先釋出AZ疫苗 問我們要不要 當然要先有疫苗再說 所以這是第三個藥 好 那麼第四個藥 其實輝瑞也是有 輝瑞的話 他是告訴我們 他說他因為運送過程當中 他要低溫 所以運送過程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台灣有這樣一方面的設備跟技術嗎 我們告訴他我們有 所以輝瑞的疫苗 到時候我們也是要的 唯獨一個不要是什麼 就是據說大陸他也要加入COVAX 那麼我們就講了 因為礙於我們現在法規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大陸的疫苗是不可以的 好 目前靠著這四個藥 我們的確有是拿到了疫苗 最快最快 阿中不早告訴大家 AZ疫苗4月就可以開打了 只是這個疫苗的藥效效性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好 看到的是張上淳有講了 施打的效價已經提升到了70%了 歐盟現在建議4到12週可以打兩劑 那麼林氏碧醫師也是調了AZ的資料 來看了一下 他說你打第一劑的時候 他的保護力還算是不錯 可以至少維持到90天 然後70%左右的保護力 但是如果你第二劑施打的時間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在6週內接打的話 很奇怪 他這個藥效反正會降低 保護力降低 大概是剩下50%左右 但是如果你延到12週之後 再打的話 這個保護力反倒會提高到 將近80%左右 但是由於AZ的整個資料 還不是非常的完全 所以目前驗證的還不夠 所以這個還要再聊一聊 了解一下到底何時 什麼樣時間區間施打疫苗 才會對人體是不是要好的 相比於其他像是輝瑞跟莫德納 那臨床試驗資料很完整 非常大大型的資料 AZ我覺得目前為止 他累積的資料是不夠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歐洲的國家 其實瑞士甚至是根本沒有批准他 沒有批准緊急使用 然後有一些國家說 老年人的資料還不夠多 所以因此不要先用在老年人身上 那我自己看到的問題就是 由於他執行臨床試驗的設計的問題 那變得我們現在不太知道 他的劑量到底該怎麼給 他有點混亂 他不太像其他大型臨床試驗 就是我說好了 就是我打兩劑 然後這兩劑相隔21或28天 然後我們就好好看結果 然後很大量的資料 那AZ他在全國全世界各地 執行了三四個小的臨床試驗 然後把它全部合在一起看 然後你就會變得 有一點中間有人打半劑量 全劑量 然後施打的間隔又都不一樣 那所以讓這個臨床試驗變得非常難以解讀 所以因此像現在英國告訴我們 他通過的是說我們這個兩劑 打兩劑間隔4到12週施打 那一般人看到其實就會覺得很疑惑 那到底是4週還是12週 那中間拖這麼久 真的是沒有問題的嗎 那從現在看到的資料 我會告訴大家 我覺得他下這個節目 科學上的證據 我覺得還沒有非常充分 就像我有看到李平老師 好像也不是非常贊成 我相信我們的專家會議裡面 也有討論到這一點 那因為他說12週以上再施打 說似乎抗體的效果 還有保護力比較好的 這個結論我覺得他下得有點早 因為那一組其實打疫苗才2000多人 2000多人 我們的輝瑞跟莫德納 其實是3、4萬人的臨床試驗 所以那個資料的比例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等 也不用急著說什麼 AZ沒有效或是對他有點不安心 畢竟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打得到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看 美國也在執行AZ的大型臨床試驗 那我相信美國FDA也在期待這個資料 美國可是大概4萬人規模的AZ臨床試驗 那他也抽的差不多了 那這個資料可能在2月底就會有初步報告 所以我覺得也不急著在現在質疑或是擔心他 我想我們就繼續看科學上 還會有什麼證據出來 布桃爆發的群聚事件 現在已經是20例確診了 那麼他們的清零作業 現在因為889這個案子 他的感染源還是不明白 所以專家開會決定 必須要進行的是全院抗體檢驗 有醫師也認為了 這最新的案924 匡例的接觸對象 要等到2月18號之後 再來解除隔離 篩檢陰性之後 也許布桃就可以拆彈成功 但還是不要先開心得太早 因為有專家這麼認為 就算是這樣子的話 目前台灣都沒有進行大規模的社區篩檢 還是有社區感染的風險存在 布桃巡聚爆發後 至今20例確診 院內慶林2月4號指標日後 再傳出確診案例 社會大眾還是不能放心 5號指揮中心宣布 確診的案924是案839 女護理師的同住家人 1月12號居家隔離 3號隔離期滿 並在4號確診 不過隔離25天後才確診 當然他的CT值都很低 隔了這麼多天 病毒還是一個CT值的陽性 我們是不是應該修改 我們的一個PGR的檢驗的頻率 布桃巡聚案有許多案例 都是接觸確診者後 一段時間才確診的 其中863女護理師 一家三人都是一才陰性 首例染疫醫師案838 醫師案856和兩位護理師 都是二才才陽性 另外6位護理師案839 祖母案870和病患案881 都是二才確診 10B女護理師案868更是4度採檢 才確診 或許應該修改 她的一個檢驗頻率 從14天變成7天 那對於這些 已經確認陽性的一些病患 有效的提前的進行致死醫療法 醫師認為採檢頻率提高 更能揪出潛在的確診者 但現在案924確診 不逃什麼時候 才能成功脫離險境 成功拆彈 有塞就有病例 沒塞就沒有病例的 一個概念來講的話 整個社區的風險 其實還沒有完全的解除 如果說這些14天 結束隔離之後的 7天自主管理 中間有做到PCR 而且都沒有的話 我看起來 這次的一個事件 應該告一段落 醫師認為18號後 再加7天2月25號 如果再沒有確診者 不逃也許就能解除危機 不過現在依舊 沒有大規模的社區篩查 度觀察期後 儘管沒有任何確診者出現 社區感染風險 依舊存在 記者謝文強 曹娇人 台北前播到 今天有會員生日嗎 或是我們線上的網友們 今天有人生日嗎 麻煩請發個言 我們來統整一下 待會祝你們生日快樂 因為你們今天要跟我們的 一個大人物 一塊來過生日 待會告訴您是誰 再來看到的是 新冠肺炎 是一個透過呼吸道黏膜 讓病毒進入的主要媒介 日本京都大學實驗研究 就指出了 如果把空氣當中的 細懸浮為例 也是PM2.5的空氣脹東西 灌到了實驗老鼠的肺部 會發現 會讓新冠病毒 入侵細胞的蛋白質增加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很容易 因此會得到肺炎的 那麼醫生 專家又是如何說 我們快來了解 因為新冠肺炎一直是一個 透過呼吸道的黏膜 作為一個病毒 進入一個主要媒介 所以假如說 在空氣污染的影響下 我們已經非常確定 就是氣道 它的一個防禦力會下降 透過它的一個呼吸道的黏膜 會產生許多的一個破口 這些破口部分 會使得病毒本來很容易 能夠藉由 呼吸道本面的鮮毛 來把病毒送出去 透支黏膜產生一個防禦效應 但在空氣污染下的話 鼻腔 口腔跟氣道 都有許多破口 這些都使得病毒 進入人體的一個速度會增快 這時候使得它的複製時間 不但縮短之外 而且它會進入血管 就產生各式各樣的 一個新冠肺炎相關病變 所以不管是許多的一個 文獻都指向 同時的一個空氣污染 不但造成免疫力變差之外 ACE2的一個表現 也會受到影響 ACE2一旦它的一個 受體的一個量的一個改變 都會使得病毒更容易進入細胞中 所以我們認為空氣污染的確會跟 新冠肺炎的一個嚴重度 會有相關聯繫 如最近有在搭台鐵嗎 你搭台鐵一定很大的感受 就是從2月1號開始 禁止飲食 搭台鐵很多人想享受什麼 吃台鐵的鐵路便當 當然現在便當的銷售 衝擊也很大 那麼在台鐵這麼多站賣便當 哪一站賣最好的 當然是花蓮站 但是現在業績也是拉緊報 一口氣掉了六成 更何況是電上的一些 街上的一些商店街 現在每個店家業績也都掉了五成 另外在台東站的便當業績 也是下滑三成 各站看起來狀況都不是很好 台鐵進行下禮怎麼辦 便當還是要做 因為畢竟你只要在一定的 社交距離情況之下 你還是可以在月台吃便當 所以只能夠減少便當的量了 在非常時期只能有非常做法 便當一次排開 搭台鐵長路旅行車上的 鐵路便當可少不了 不過疫情緣故 台鐵禁止飲食政策 讓鐵路便當業績一落千丈 便當的人多嗎 太多 因為旅客也會害怕疫情 還是防疫重要 只是便當的話就可能要 提早或是延後吃 比較不方便 根據了解台鐵全台有五個餐務室 花蓮餐務室的銷售便當 就佔了四分之一 車上進食衝擊之大 本來是五個餐務室中業績最好的 現在下滑五到六成 避免滯銷 台鐵下令 減少鐵路便當製作量 花蓮站現在每天只做五百個 而車站商店接生意也受到波及 客人會考慮到說 他沒有辦法在火車上吃 對 所以選購性上面就會挑選 就會比較減少 實際影響大概有幾成 大概五成 對 這樣減少一半 疫情衝擊 車上禁食 不只鐵路便當業績亏損 民眾也倍感不方便 不過防疫優先 或許大家都只能先共體一肩 記者劉姐家 孟杰花蓮採訪報導 防疫宣導除了要看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寄到腦袋裡頭去 嘉義市政府開了全國首例 在傳統市場取消試吃 對我們這種愛逛市場來講 取消試吃 真的是有一點點難過 還是很想吃吃 但是防疫期間 大家還是稍微忍著點 市長也特別到市場去宣傳 只要看到沒人戴口罩 很暖心立刻送一個上去 但是市長走了之後 實際的市場情況又是怎麼樣 我們就看到了 賣熟食的攤商店家 嗯 臉上空空沒有口罩 買菜的婦人阿姨媽媽們 也都沒戴口罩 所以大家記得 防疫不能只有表面 實際動作做起來 嘉義東市場 依照不少民眾買菜買肉 傳統市場防疫也要大作戰 入口貼上公告 要大家配合防疫 買菜全程戴口罩 說好的全程戴口罩 賣熟食的老闆娘 臉上空空 沒口罩 還不斷和客人交談 拔甘金 另一邊買菜的大姐 也是沒有戴口罩 前一天市長明明才宣導 怎麼一下子旺光光 戴口罩 謝謝 謝謝 大家先把口罩戴起來 市長黃敏慧查看傳統市場 看到阿伯沒戴口罩 立刻發一個 畢竟傳統市場人潮多 也難維持基本社交距離 但基本的口罩一定要戴 而攤商也說配合防疫 現在不提供試吃 家義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沒有再試吃 一定要去老是人帶口罩 都會了 都會啊 家義市府開全國先例 連傳統市場也取消 試吃試喝 就是希望防疫措施再升級 外出戴口罩 已經變成防疫生活 基本動作 不要為了方便 不戴口罩出門 讓防疫效果大了折 藉由侯顧問 家義報導